向来背负花心名声的余文乐虽然将与吴与飞的恋情搬上台面 却仍没能开花结果 交往时间还不到一年 如今两人分手 一个多月余文乐似乎已经开始不甘寂寞 8月9日他就被拍到相约友人一同享受下午茶 只是这同桌的两女一男三个人 余文乐一怎么独独与身边这位穿着粉红上衣的姑娘聊个不停 不仅话多到说不完 余文乐的表情都堪称是瞬息万变 您看他为亲近家人简直要转身临窗而坐了 只让小编忍不住好奇这位粉红女郎到底何须人厌 229足饭宝之后余文乐则独自驱车离开 全程都与对面坐着的两位友人交流甚少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